登佩儀Goria 這日出席找食飯團的記者會 參與了幾集 都介紹了很多餐廳 Goria自己是不是都喜歡吃新鮮的東西呢 其實我反而很搞笑 其實我的 我是永遠同一個餐單 我可以吃叉燒麵 幾乎是天天吃叉燒麵 我不知道 我是一喜歡這樣東西 我是不會改的 就算去回同一間餐廳 跟同一班朋友都好 每個人都在餐廳點喊不同的東西 我們可能第二三次回去 我都會喊同一樣東西 Goria還說這個情況感情上 都會是這樣 其實我有想過會不會是性格上 可能關於星座 因為我是天蠍座的 他們說天蠍座也是 跟人一樣 你一旦喜歡了 就通常不會變的 通常 其實以往真的有個比較傷心一點 但是如果 慘痛的程度 我覺得是因人而異的 當然自己會覺得真的很痛很痛 但我相信這個世界 應該有可能 有些情況更痛過我都未能 但我覺得每一次都是一個 好好成長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就是那些經驗 令到我成長 和變得更加成熟 在某一方面 所以都是好事 我發覺人漸漸長大 你就會發覺 真的要花多些心思 去和某一個人溝通 去更加清楚去看 去理解一個人 才會去拍拖 因為可能以前 學生的時候 你就 什麼都不想 就可能 大家一起 都這麼喜歡打籃球 就 又好像幾聊 就一拍即合那種 但如果人大了 就不會了 因為真的性格上有很多事情 要想心一層 不知道這些 是不是正所謂 成熟一點的想法